公主终于回到了植物王国 可是危机并没有解除 强大的恶龙还在 它仍然是最大的威胁 虽然公主被救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松懈 因为最大的boss恶龙还没有被打败呢 你说的对了 这个的话就不用着急了 因为我有办法能够战胜恶龙 什么 是什么办法 那是我胃中发现的 原来恶龙是否害怕别人说他的坏话 只有一点难听的话 他都受不了 原来还能这样 早知道恶龙这么好对付的话 老大 那我们就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 说的没错 那么这就是恶龙的弱点 不过我向来是个文明侄罗 说脏话这一点 还是交给咱们的公主来办吧 你说什么 我贵威公主可是得要保持我的形象 之前是因为我被抓去 迫不得已才说出口袋 这样的话那究竟要怎么办呢 就是你硬着逃避上了 没有办法 为了拯救植物王国 我只能牺牲一下自己了 老大别着急 让我想想 我有了 大方是给我的宝盒里 能够召唤出很多神奇的植物 我想那一定要办法 是吗 那快点试试吧 究竟有没有那种神奇的植物 能够对付恶龙 不好了 恶龙又来进攻植物王国了 恶龙这次看来是一个月没见识了 都快把植物王国吃光了 不要慌 准备迎计 快一点小鬼头 你召唤个植物为什么要这么久啊 老大 就算占一个植物了 其他的植物都被他骂的口吐白沫了 什么 这究竟什么植物呀 竟然这么厉害 老大 看来它是我们能够战胜恶龙的唯一力量了 既然这样 上吧 就决定是你俩嘈杂石榴 真是 没想到它是真实存在的 公主 你说什么 植物王国里也正有个禁忌的植物 除了渣渣萝卜这样神奇的植物外 还有一种就是最可怕的嘈杂石榴 据说它的输出是全世界最恐怖的 所以一直被封存起来了 这一阵 为了打败恶龙 我们不得不把他召唤出来 真的 没错 拯救植物王国刻不容华 小鬼头 我们也加入战斗 好的老大 我也来帮助你们 什么 这是 这个力量 老大我要进化了 来吧 恶龙 是我们胜利了 哇 恶龙终于被打败了 就这样 植物王国的勇士们终于战胜了恶龙 植物世界也恢复了和平 被吃掉的植物们又重新长了出来 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时 等等 他们好像忽略了什么 哈哈哈哈